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表现 那昨天的澳洲股市呢 依然是在原地踏步 是再一次也是第四次冲击 5500点告一失败 澳洲指数呢 再次回撤到了5480点附近 整体呢跌幅大约是 应该说是还是保持了轻微的上涨 但是涨幅仅仅只有0.1% 中国方面呢 昨天是第11股 长假之后的第二天开盘 第二天开盘以后呢 股市也是继续向上 上涨综合指数呢 最终是上涨了0.5% 收在3065点 那现在呢距离3100点的 这个我们曾经说过的 上面的天花板距离 仅仅只有大约1%的距离 如果3100点能够再次冲上 并且能够成功保持3到4天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股市 未来将非常有帮助 那欧美方面呢 昨天走势整体来说是比较薄弱 欧洲方面英国 法国 德国 分别是下跌 大约是1.6%至0.7%之间 美国方面呢也是非常不好 因为由于美国旅业出台了 一般来说的话呢 这第三季度的报告 由美国旅业首先公布 美国旅业出来的数据呢 并不是让人非常满意 拖累了美国大盘 最终道琼斯纳斯达克和标普500呢 大约分别下跌 约为1%左右 另外在大宗商品上面 黄金价格几乎原地保持不变 依旧是在1250附近上下来回 而石油价格呢 也是从高位回调回来 大约是1.1% 但是目前依然 美国油和英国油呢 双双保持在50美元上方 那么另外呢 在其他方面的话呢 三星的这个Note7 正式宣布停产 使得三星的股价 在昨天交易日里面呢 暴跌了8% 今天我们的这个热门话题 着重了就来说一下 现在的黄金 黄金目前的下跌 以及呢 对于经济刺激的一个审美疲劳 我们都知道呢 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 应该说不到现在 到9月底之间 黄金价格呢 是出现了高达35%的暴涨 从1000出头的价格 一路是上涨到了1370附近 那么这么大的涨幅背后 其实呢 是来自于 不仅仅是来自于 美元加息 这个预期的降低 所引发的美元的贬值 我们知道美元从过去 去年12月加息曾经 大家预计今年会有4次的加息 到后来降为2次 到后来降为0次 一次最后变成0次 当当时的预期变成0次的时候呢 黄金价格也达到了 今年的最高点 大约是1370 那随着现在呢 大家预计判断了 12月加息的可能性 再度加强 那黄金的价格呢 也随着美元的升值 而变得下坡路 那么美元升值是一方面 我们知道呢 黄金它作为一个避险产品 与目前的市场里面的风险 也是有密切的联系 风险越大 黄金的价值也就越高 但是目前的全球经济呢 整体上来说 我们看到依然是靠着极低的利率 以及印钱或者是量化宽松 在不断的刺激中 那么这个一旦 而且这个刺激在目前强大的刺激之下 经济依然呢 不能说是非常的弱 但始终是不见有起色 依旧是在现在的原地踏步 停止不前 所以呢 很多的投资者呢 现在也逐渐把资金配置 从原来的大规模 在股票上的风险资产投资呢 转移到了低风险的一些债券 以及呢 一些黄金产品上 这也是黄金在过去上涨的 另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现在 美元虽然其本身价值 由于美元加息的 加息因素的影响呢 得到了上升 但是市场的风险 并没有降低 换句话说 实体经济 或者说真实的经济情况 并没有发生好转 因此 对于避险需求的那些投资者来说 目前的黄金的考虑 黄金的价值呢 反而要比今年年中时候 12001300的时候呢 价格更为好 所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来说 这个超低利率呢 对于经济的发展 短期内毫无疑问 是有好处的 它可以刺激人们的消费 刺激信贷的增长 但是如果短期内效果 得不到明显的体现 在长期来看的话呢 这低利率和大量的印钱 势必带来通货膨胀的上升 以及呢 人们对于低风险 稳定回报产品的追求的 越来越难找 比如说之前我们可以找 国债产品的投资 一年有2% 只要能够跑赢通胀 就可以 但如果现在 如果假设通胀 是降到了1% 但是银行利率 降到了0.5% 有的国家甚至降到了 负的0.1%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固定资产的投资 包括了国债 包括了银行的定期 甚至呢 都跑不过这个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 钱如果放在固定资产里面呢 还会贬值 根本起不到保值的作用 那我们散户当然了 有几万几十万 甚至于几百万 可以做投资 可以投资股票 可以投资这个那个 但是如果你是大资金 你是几个亿 几十个亿的基金 养老金 这么多的钱 你不可能全部去投股票 你必须呢 寻找那些低风险的债券产品 但如果债券产品的收益率 不断的降低 那么对于这些 大型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可以选择的余地 也将会越来越少 那么我之前也说过 其实呢 目前的政府的这个财政政策 以及央行的货币政策呢 都是在营造一个氛围 给投资者也好 给消费者也好 营造一个呢 未来经济将会越来越好 未来的物价将会越来越高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投资者呢 才愿意买风险资产 包括股票 包括了其他的这个金融产品 消费者呢 才愿意消费 如果我们知道 大家都觉得 未来经济不会太好 物价还会下跌 那这个时候 谁来投资 谁来消费呢 所以说 其实整一个世界的经济发展 它并不是建立在 印钱 印得多 就可以发展 或者说 利率下跌了厉害 就一定可以发展 它并没有这个 绝对的因果关系 现在的低利率 今年年初印的 大量增发的那些信贷 其实呢 都是为了促进 为了帮助 为了辅助 这些用词 并不是直接的推论 那换句话说 如果投资者 依然不买账 那么你利率就算降到了零 你新增贷款 就算新增到了天量 我不贷款 我不买东西 还不是一样 所以说 当这种方式 这种狼来的方式 一次两次有用 到三次四次之后 投资者 或者是消费者 已经不买账了 那么这个 光靠降息 或者说 光靠印钱 来刺激经济的方式 就已经是 应该说是 实际上是失效了 所以现在 要推动经济 必须提振信心 要提振信心 已经无法再使用 过去的这个方法 所以在目前 政府也好 央行也好 迫切需要找出一个新的方法来 来推动目前市场的信心 推动消费者 投资者 对于未来的期望值 那其实应该来说 现在这个 今年上半年 或者说 这过去两年的政策 央行都在做一个巨大的赌注 赌的是什么呢 我不断的降息 不断的印钱 短期内 我是希望能够快速的 把经济恢复 把信心提高 这短期恢复以后 带动经济以后 就可以掩盖住 长期的那些负面作用 但是如果情况不好 不如他们所料 短期内经济没有起色 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原本三天 可以解决的闪电战 现在拖到了 这个长期战争 这样一来 其长期的副作用 就会非常明显的 先线出来 先线出来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就是变成了 偷鸡不成18名 大量新增贷款 大量印发货币 低利率政策 所引发的通胀危机 所引发的到后来 这个货币的贬值等等 一系列问题 就会随之显现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在昨天晚上呢 也是受到了美股的影响 是曾经一度是 跌破了一小时通道线 但是呢 最低到了5430点 随后出现了反弹 但是现在也是非常的艰难 还是没有回到 下跌之前的关键价格 所以现在的我们依然需要等待 可以考虑的价格呢 可以选择在5475的价格买入 或者呢 按照昨天晚上最低价 跌破了5430挂单卖出 那再来看一下外汇的澳元 澳元呢 在昨天晚上也是 在美元走低的情况之下 背景之下 是跌破了0.7550的最低价 现在呢 虽然在努力反弹之中 但是依然是保持在了 一小时通道线之下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澳元的选择呢 可以在0.76上了之后 价格挂单买入 或者保守一些的话 保守也不用 买入单就是这个价 卖出单的话呢 是可以挂在0.7530 所以从0.76到7530这中间的70个点 我目前呢 是并不赞成去交易 当然如果你风格比较保守的话 买入价格还可以再往上 提高到0.7625的价格 再去挂单买入 那再来看一下欧元 那这几天呢 不看欧元 今天一看吓了一跳 它也被英镑的下跌所拖累 昨天晚上呢 是非常遗憾 本身要是我昨天白天的时候 看欧元的话 肯定会选择在 这个最低价挂单卖出 昨天破了最低价的话呢 也是下去了60个点 那现在来看呢 欧元呢 分明就是奔着 这个1.1的价格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挂单 可以考虑呢 就是在1.1038的价格 挂单卖出 同时呢 在1.1107的价格 选择挂单买入 风格保守一些 把买入单再往上调 调到1.1150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价格呢 这个默默唧唧了半天 从10月6号到现在 整整五天时间 始终是在30分钟的通道线之下 目前依然是没有明显的买卖信号 所以我们目前还是需要耐心等候 挂单和昨天基本是一样 上方挂在呢 1266挂单买入 下方分为两种 激进式买入在1249 如果保守时买入的话呢 再留10块钱 大约在1240的价格 挂单卖出 最后呢 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到了澳洲时间 晚上11点钟 美联储官员将会出来讲话 到了12点40分 美联储还有一个官员 也会出来讲话 所以今天晚上 对于外汇 特别是非美货币来说 波动呢 将会比较剧烈 大家需要保持谨慎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ld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